你宝贵的名 奉耶稣的名 Amen Amen 感谢主 今天是Coffee Talk 141集的播出 也求主保守整个过程 尽都顺利把你想要分享给大家的 求你圣灵跟我们所有人同在 我们这样感恩祈求祷告 奉口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圣灵都还可以 我们在两分钟就开始了 我会稍微讲一下今天的 集数跟这个主题名称 然后就交给 主持人 Eric 好的 Eric到时候请你帮忙 我最多 就是 要留半个小时 给大家提问 我结束之前 五分钟 你要提醒我 好的 只剩五分钟 这样我就知道 不会过时 好的 再一分钟我们准备开始直播 那我们那个screen sharing 是不是先需要先暂停 可以放在第一个主题画面吗 OK 好 请出神感动 想要来听兴趣的 都可以顺利上线 Yes 我们的录影是Mona 好 谢谢 各就各位 好 欢迎来到我们Coffee Talk 第141集的播出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 喝咖啡聊创业 有请这个蔡景元博士 来我们分享 创业成功的五重关键 他也有同名的一本书 创业成功的五重关键 那我们就很高兴欢迎 蔡老师也欢迎 几位第一次来到Coffee Talk 尤其是主持人Eric 我们就把时间交给主持人Eric 好 你也可以简单自我介绍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Linda 大家准备好咖啡没有啊 哇 每天早上我都会自己研磨一杯咖啡 我超喜欢咖啡 最近有个朋友从瓜地马拉 给我带了一包咖啡回来 哇 这咖啡豆真的好香 比我平时买的这种哥伦比亚咖啡 都要香很多 今天我们有如此好的咖啡 我们有一个如此好的话题 真的是非常的感恩 我们非常荣幸请来了蔡老师 好 再次欢迎各位嘉宾 还有蔡老师的到来 这是我们Coffee Talk的第141集 哇 真的是太棒了 好 我们开始今天的话题 我相信从2020年以后 随着疫情 通货膨胀 加息 供应链危机 贸易冲突 地缘政治危机 有没有 勒乌战争 再加上极端的天气 我相信大家都逐渐的意识到一点 我们开始进入一个快速变化的动荡的时代 彼得 德鲁克曾经有过一句名言 我不知道大家听说过没有 他如实说到动荡时期最大的危险不是动荡 而是按照昨天的逻辑来行事 同时我们不仅面对一个动荡的时代 我们也面对一个科技日行业役发展的时代 大数据 云计算 web 3.0 确GPT 前段时间很火 现在大学生都会用它来学论文 人工智能 对不对 无人驾驶 都在迅猛的发展 所以这样是一个错终复杂 快速变化的时代 我们是来思考一个问题 不知道大家读过那本书 谁动了我的奶酪没有 我们是否能按照昨天的逻辑 来进行我们的日常的工作和生活呢 我们是否能够面对变化 适应变化 是否我们还可以来领导变化呢 我们是好做好这样的准备呢 我们是在弯道超车 还是能够 甚至是弯道超车 但是会不会弯道翻车呢 这都是一个我们能够思考的问题 其实我们不在 不管在我们的哪个行业 我们都面临一个巨大的挑战 这个好像是个创业的过程 至少是一个再次创业的过程 如果你已经创业的话 在这样一个面对 所以今天非常有幸 有请到我们的David 蔡老师 她是我非常钦佩的一位老师 蔡老师呢 古人云呢 要读万卷书 又要行万里路 对不对 蔡老师她不仅是一名博士 她是建筑工程师出身 她也在出版业 在机构当过主管 甚至她还当过校长 她也是企业的导师和教练 蔡老师飘洋过海 走过了五大洲 四大洋 真的是 她的经验业力 真的是非常的丰富 也让我非常的羡慕 今天真的是非常荣幸 顶到蔡老师 非常难得的是 我们的蔡老师呢 最近这十几年 她专注于一件事 这一件事就是专注于职场的平台 她把她的生命投资在别人的身上 她帮助培育优质的领袖 追求作业 甚至她要帮助成就标杆的企业 我身边做企业的朋友 都读过她的经典好书 蔡老师的五重高校管理 还有五重智能领导 我身边做企业的朋友都拜读过 非常的惊艳 非常的好 现在大家如果要买的话呢 请跟我们私聊 我们可以介绍好地 今天呢 我们非常荣幸的蔡老师 带到她的最新的著作 这个最新的著作就是 创业成功的五重关键 能够帮助我们 在这样一个日新业异 快速变化的时代 我们怎样来能够赞得先机 怎样来带来改变 好 有请我们的蔡老师 好 欢迎再次欢迎大家 首先非常谢谢Linda 也谢谢Eric 谢谢你们给我这样的机会 然后跟大家一起的来 喝咖啡 喝咖啡不是聊是非 喝咖啡要聊 关于创业和这方面的一个话题 我非常感恩的过去这些年 好多机会去了亚洲 大概每一年至少会去两次 一次呢 大概去了两个月才会回来 那么所以呢 包括泰国 马来西亚 包括新加坡 包括缅甸 当然也包括中国对吧 也包括台湾 等等这些 那么当有机会呢 去的时候就发现呢 就会碰到什么呢 碰到好多的这些职场的人士 是吧 那么有些呢 是企业家 有些呢 是想要创业的人 对吧 有些呢 是多次创业的人 那他们呢 共同会提出一个 内心里面 一个问题 他说 知道这个创业是很辛苦的 很艰难的 而且创业成功的比例 是不高的 是吧 但是呢 请问 有没有什么秘诀呢 有没有什么法则呢 有没有什么关键呢 那当他们提这个问题呢 当然我 我不是这方面 专精的是吧 但是呢 我觉得非常奇妙了 上帝呢 就把一个什么呢 把一个好奇心 把一个热情 还有把一个什么 这个叫自律 我就说 这三个部分呢 就放在我内心里面 那我就想了 去找找答案 对吧 不知道答案是什么 想去寻找一下 那么基于这样的 里面的一个动机 是吧 那我就 我就发现 我好像是什么呢 一只小白兔 那么进到丛林里面 是吧 然后呢 要去寻找宝物 那我就这边 就寻寻觅觅 是吧 那这个真的是 让我非常好奇了 我想呢 就回到什么呢 回到我年轻的时候 对吧 对很多事情不懂 就好奇 那么透过这个好奇心呢 我就开始 开始去寻找 我就透过自学 对吧 就各位 这里面很重要 不管我们人生 面对了什么样的 不可预测性 未知的 但却是很重要的 我们在学校 没有学过的 我告诉你 这是个好机会 透过什么 自学对吧 自我学习 所以我因为有这样的 一个里面的起心动念 那我就呢 就渗入到其中了 我就 我就把坊间的 好不好 我能够知道的 包括英文的 包括中文的 包括好多的这些的 创业家 包括企业家 风头 也包括企业顾问 这些名人 他们的所谓的 在 特别在美国这边 都过硅谷 对吧 还有他们在 好多的MBA 这些的 有名的大学 他们在那个地方 所释放出来的 他们的讯息跟经历 哇 让我耳目一心 这里面包括什么呢 包括在 这个新加坡大学 你知道吗 新加坡 新加坡他们国立大学 那么里面有硅谷的 这些的所谓的 帮助别人成功的 IPO的 这些前辈们 那还有呢 麦肯锡 对吧 麦肯锡 那他前两任的 这个全球的 这个 总裁 董事总经理 他 他是一个 非常爱主的基督徒 那么他呢 每一天 他说除了他的休假 放假期间 他每一天 平均 会跟 两位 就是 全球500大 企业的 这些的CEO 都会对话的 对了 他们 我就从他们 包括在 哥伦比亚大学 这个MBA的 或是伯克莱 或是华顿 对吧 在美国这些 包括耶鲁 包括史丹佛 对吧 这些的MBA 他们在那地方的 提出他们的 好多的 经验跟看点 最后呢 我就是综合 对吧 好多这些 各方面的专家们 他们的 整个 过去的 超过30年以上的 这些经验 还有经验之谈 就开启了我的 整个 我的眼光 也开启了我 我对于 创业成功的 这方面的 一个 更宽阔的 以及更深入的 一个认知 那所以对我来讲 似乎 好像以前 是一张白纸 但是呢 透过这个过程呢 哎呀 好多事情 我就 明白了 我就知道 哦 原来 创业要成功 当然一方面是 不容易的 但一方面 也是有它的 关键之所在 所以呢 今天呢 特别呢 要跟大家 来 喝咖啡 聊创业 好吗 好 那么你看呢 首先呢 我就是透过一个 简约版的 一些PPT 然后呢 让大家 可以先preview一下 好 那这个地方呢 我们首先创业呢 你看有个基本的前提 你看这个基本前提呢 你看从黄色的区域 是什么呢 对吧 这个黄色的区域里面 你看 首先看到什么呢 这里面啊 就是大家 共同在 面对的痛点 好吧 首先 大家知道 有没有 共同的痛点 是大家正在面对 所以Eric刚才给我们的 很精辟的 这个引言里面 是不是看到 是不是未来 你看 是不是粮食 这是痛点 贫穷 是不是一个痛点 水资源 对吧 因为气候的变化 是吧 还有 Covid-19 对吧 医疗 是吧 这是痛点 对吧 还有现在 很多的人类的 人的 健康 包括 身体的 心理的 对吧 这些 还有包括 好多的 教育跟 安全的 这部分 那也包括 环境 跟能源 是吧 你看 现在我们在面对 好多的地缘 政治 对吧 好多的这些 供应链的问题 也好多这些 能源的问题 对吧 你看现在 这个所谓的CO2 是吧 你看 这个地球暖化 你看 所以呢 现在呢 整个 大气 对吧 都不再为我们效力 是吧 风不调 雨不顺 对吧 就来到 很多的暴雨 是吧 很多的土石流 所以发现 这些都是大家 共同在 面对的 问题了 那 那 那面对这些问题呢 如果 对吧 有些人 这些人 是什么呢 可能包括你跟我 对吧 他们具备 什么样的一些 能力呢 有观察力 对吧 又有热情 又有好奇心 好吧 请注意听 热情 跟好奇心 是会帮助你跟我 对未来 未知的 这些世界 以及未来 好像 好像要提出了一个 解决方案来说的话呢 你会有一种 非常创新的思维 而且能够 来 找到 一个非常有创意的 解决的方案 好吗 这什么意思 这个叫创业 OK 这就叫创业 所以这里面 也包括了 同意心 对吧 也包括了 我们的提问 也包括 我们的沟通 等等 这些的能力 这些都是 非常 基本的 也因为 有这样的 内力 对吧 各方面的 这样的 内在 在你内心里面的 这些的 力量的 涌现 所以呢 想做什么呢 想要往下发展 对吧 所以你发现 任何一个创业的 也这样的人士 他们都需要有 创业的精神 这个精神 是他们 能够 面对未知的 这个世界 想要 能够 面对大家的痛点 能够找到的 一个 解决方案里面的 一个真正的 动力的 所在了 好 所以我们看到 因为这样 好不好 从负一到零 创业家的精神 然后再怎么 从 其实创业什么意思呢 就是零到一的过程 好吧 在这里 应该讲是零到一 我一边听 对 那么这个零到一呢 也就是 说到 从无到有嘛 对吧 从没有到有 也就是他 英文叫一个Benchmark 或是说呢 他呢 站好了一个 桥头堡 对吧 以前 他好像在大海里面一样了 捞针了 现在呢 站了一个 桥头堡 那这可能 包括什么呢 可能在一个细分的市场 对吧 因为呢 当你创业的时候 是不是有 很多的对手呢 当然有了 是吧 有很多人跟你竞争 当然有了 对吧 但是呢 你会找到一个立基点 看到有一个看点 一个亮点在那地方 然后呢 你就切进去 那么切入的时候呢 就发现是有机会的 好不好 不是没有机会的 是有机会 你不但看到了机会 你不但发现了机会 而且呢 你就切入了点 而且让这个机会呢 能够实现在你的眼前了 那么 所以今天我们会比较 锁定在这样的 一个阶段 那之后 对吧 如果你不断的不断的精进 对吧 所以这个地方 我们看到 对吧 为什么我们要 很多很多的 终身学习的 这样的一个过程 对吧 包括领导啊 管理啊 等等这些的能力 对吧 能够从一到一百 或是更多 是吧 就是成为一个什么呢 成为一个成熟型的 企业吧 好 好 那么就给大家 有个简单的 这样概念上的 一个说明 就从创业 到一个伟大的公司的 一个历程 那通常呢 这些都要经过什么呢 要经过很多年 对吧 短的话 可能都要十年 那长的话 可能要二十年 三十年 甚至百年 对吧 所以发现在 在现在全球 包括各个国家里面 都有好多什么 百年的企业 那都是这样而来的 好 那我们再往下看呢 那么一个创业家呢 在他的内心里面 对吧 他需要 有这些基本的素养 所以你看到吧 创业家 对吧 这里面包括 好多不同的部分 是吧 抓到概念 对吧 想象力 你知道我们今天不是 我们最近不是看到 那个ChatGPT 对吧 他什么 他是一个 开始的时候 我们知道 他这个叫 open AI 对吧 他把AI 这个地方 把它做什么呢 把它 作为一个 新的应用 让 更多人 可以 透过 这个ChatGPT 透过互动的过程 可以更快的 找到 不是一个绝对的答案 但是一个相对 很快速的答案 是吧 不管是在 写作 对吧 不管是在 音乐 创作 或是 很多其他的这部分 那么 这个就是 其实呢 那个 GPT 对吧 那个创办人 我在线上 认识过他的 他在 史丹佛大学 他还没毕业 他就不想读了 了解吗 就是太boring 是吧 然后呢 他就自己呢 就到孵化器里面 去学习了 所以这些年 他呢 因为什么呢 他帮助很多人 创业的 所以他自己也 去创业 所以这个过程呢 就让他知道说 哦 那需要 有什么样的 想法 对吧 所以你发现 对于那些 创业家来说 重要的 不是一个技术 重要的 是一个艺术 懂得吗 而是他会 抓到 那个主要的概念 就是别人 没想到了 他想到了 别人没有看到了 他看到了 懂得吗 那因为这样的话 就有 这个叫什么呢 就叫 洞察先机 懂得吗 他就呢 知道 是有机会的 所以经过 这样的过程呢 他需要 也知道 要运用 什么样的 策略 对吧 还有呢 他也需要 有什么判断力 好 那我们 看到 是吧 我们常讲 对吧 这个在创业的过程 对吧 可能是两三个人 开始 是吧 一般嘛 对吧 当然 我们知道 在中国 对吧 等一下我们讲 例子吧 阿里巴巴 是吧 是这个叫 斯巴罗汉 对吧 小米呢 是差不多 八个人开始 有海龟 还有土龟 但是不是乌龟 明白吗 当然你知道 每一个创业 对吧 亚洲 跟美国这边的创业 他们的整个 起始点 不太一样的 他们的团队的构成 不同的 这些我都 有一些了解 如果在北美这边的话呢 一般都是差不多 两三个人开始的 不会太多的 那么亚洲呢 会比较多 是吧 那么在这个创业的过程之中呢 会带来什么呢 我们看到什么呢 很重要的 就是当你的企业 要开始找一些 志同道合的人 而且呢 他们的整个 专业能力 包括个性 包括很多的观点 是可以互补的时候 那这个地方呢 就看到什么呢 企业文化 好不好 就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基础 非常重要的基础 好 那我们知道呢 这个创业成功的话呢 它当然需要什么呢 有五个部分 对吧 其实这个地方 已经让你看见了 五个关键 对吧 就是趋势 跟时机 创意跟产品 商业模式 还有策略 团队 跟执行 还有资金 跟股权的设计 我不知道 你有没有听过这个部分 或是有没有在这个方面 有更多的一个了解 好 我们用个例子来讲 对吧 我因为去中国也很多年 对吧 然后呢 我就对这个企业很感兴趣 然后呢 我就深度的来了解 为什么呢 这个马云呢 这个创业会成功呢 很多人都问他是吧 一般创业 对吧 一百家公司 一百家公司 能够有一家 能够成功 已经是不错的 那人家说 为什么这一百家里面 只有你会成功呢 你知道他讲什么吗 他说我之所以会成功 只有两个关键 第一个 我有梦想 第二个 我有热情 那其他的都不知道 都不会 对吧 因为他不是技术出身的 你看 在整个国内来说的话 对于 在整个高科技这个产业 唯一的 好不好 不是 不是对高科技 内行的人的话 就是马云 是吧 因为他是个老师 对吧 他是个英文教师 但是呢 在他的内心里面 有一个使命感 什么 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 对吧 这个就是他 起心动念 帮助他内心里面的 一个最大的 一个什么 梦想 也是推动他 能够来帮助更多人 有包括 违行 个体户的这些创业 帮助别人成功的 一个这样的信念 好吗 所以呢 他怀抱的这样一个信念 理想 好 然后呢 是不是后来帮助很多人创业 是的 好 所以各位 这个就是他 最主要的部分 还有热情 刚才我们跟你讲的 热情 在创业这个过程里面 会遇到好多的高山低谷的 很不容易的 很多很多的拦阻的 那怎么能够呢 跨越这些的高山低谷呢 需要热情 热情呢 让我们不会放弃 对吧 所以有句的英文说 you never give up and then you go up 对吧 所以他不会放弃 所以他会继续的 喜欢困难 对吧 怀抱困难 选择困难 那么你发现呢 在马云对吧 在他们这个企业 从这个第一天开始 后来呢 他们慢慢的就把企业文化 是吧 落地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要有 要更多的人 要参与在这样一个团队里面 开始当时是十八罗汉 对吧 后来后来又要更多的 这些的所谓的志同道合的伙伴们 都会加入 所以你看呢 他们真的是很牛的 对吧 他们的使命感 他们的方向感 他们的拥有感 就是一般我们讲的 使命 愿景跟核心价值 所以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好吧 所以使命就是一个企业的 终极的目标 愿景呢 就是一个企业的长远的目标 这样讲明白吗 也透过这样 然后呢 导出他们未来的一些策略 到底怎么能够打赢 这场仗 是吧 好 那么包括核心价值也在 好不好 我看到 这个是他们的核心价值 现在在整个中国来说的话 请注意听 很有意思的 现在呢 是透过文化来做管理的 而且最落地的一个企业 就是阿里巴巴 整个中国 好吗 有人这样说的 如果刚开始的时候 对吧 企业如果你差不多是什么 差不多是十个人 对吧 或是几十个人 用人管人就好了 但是呢 当你的企业 对吧 你不但发展到了百人的时候 你要用制度来管理的 但是当你的企业 对吧 也超过一千人以上 要用什么来管理呢 要用文化来管理的 这个是他们这些企业家 有智慧的人 给我们的一些的 很好的宝贵的经验 好 那我们看到是吧 刚刚提到 这个方向呢 你跑得再快都没有用 各位同意这句话吗 就是你根本没有顺着趋势而行 你背着趋势而行 你跑得再快都没有用 我想这个是他这么多年 为什么他投资会这么成功 为什么呢 他知道未来的趋势 是什么走法的 好 所以就告诉我们 我们想创业 到底有没有知道 未来的趋势在哪里 对吧 包括科技的趋势 包括产业的趋势 对吧 包括经济 包括政治 社会 文化 等等这些的 整体的 好不好 这些的趋势是什么 所以呢 他就能够 抓住这样的一个卖动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创意跟产品了 因为我们知道 有很多 很多人有痛点 对吧 那这些痛点 我们怎么能够 有创意跟产品 然后呢 成为一个 解决别人痛点的 一个开始嘛 对吧 所以他的成功比例 是32% 对吧 那么有了这两个 基本前提之后呢 如果他们又有什么 好的 非常非常契合的 商业模式 跟他们的策略 那那个成功比例 也是不错的 反正28% 那有了这些 基本前提 那是不是要有人来做呢 那当然对吧 那需要有团队 是吧 有志同道合的 team 而且这些人 具备的相当的 一个能力 综合性的能力 所以他们能够 来做这些事 而且他们能够 执行到位 所以你看到策略跟执行 你看这两方面 是互补的 有人说 策略大概只占5% 但95%的一个关键 就是要能够落地 能够执行 那么在有这样的一个过程之后 24% 对吧 然后最后呢 钱对吧 钱不是万能的 但是没有钱 是万万不能 所以他们需要什么 有资金 通常当我们产品 对吧 产品进到市场以后 大家买单了 那么需要什么呢 需要有资金 那么这个资金呢 就是需要 我们国民会提到 对吧 有各种不同的资金的来源了 除了从自己口袋拿出来的 家人的帮忙 对吧 还有外来的资金 包括那些的所谓的 这个叫做种子资金 包括所谓Angel 对吧 天使基金 资金 包括风头等等这些 那么当然 外来资金一进来说呢 他们需要什么呢 他们会跟你商量股权 对吧 股权的比例到底是什么 所以 我看了之后就发现 这五个方面呢 如果我们都能够掌握到的话呢 其实在创业这个部分呢 成功的 这样的比例呢 是越来越高的 好不好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简单看一下 趋势跟实际 好不好 这是麦肯锡好不好 他说未来的 未来的 未来的 几十年 我们会面对的 这样的 共同的 一个趋势 也是挑战 这个地方有ABCDE 你看到吗 有没有 新兴市场的兴起 新兴市场在哪里呢 主要在东南亚 对吧 亚洲这个地方 包括好多的国家 是吧 包括泰国 缅甸 对吧 马来西亚 是吧 也包括 包括印度 对吧 也包括越南 是吧 包括 包括菲律宾 包括印尼 这个都新兴市场 对吧 会大量的兴起 这个会成为什么呢 成为现在全球 第三大的引擎 对吧 那第一的话 当然我们知道 是欧盟 对吧 欧洲 那个地方是一个共同体 还有在北美 对吧 美国 加拿大 跟墨西哥 对吧 这个有一个 这样也是一个 一个 所谓的 共同体 对吧 那再来什么 就是亚洲的 这个部分 当然包括 China 对吧 所以这个会 不断的兴起 好 那么第二个呢 你看到吧 破坏性的一个科技能力是吧 其实这个地方的时候 破坏性 对吧 我问你 这个 切了GPT出来 是不是搞破坏的 对吧 对吧 他把很多的壁垒都打掉了 对吧 所以你看 他就是破坏性 那破坏性呢 那破坏性呢 其实破坏性 如果 好不好 有这个破坏性 会带来什么 会带来垄断 明白吗 会带来独占市场 那我们知道了 这个科技能力 基本上讲起来 给大家一个概念 对吧 就是5G ABCDI 好不好 就是未来的这个科技 这趋势什么呢 5G 现在5G的嘛 对吧 A就是AI 是吧 B的话 是什么呢 B的话 就是blockchain 对吧 就是区块链 对吧 那么 C的话 一般叫computing 对吧 或是cloud 云端 云端是吧 computing 我们知道就是运算 所以为什么现在 那个NVIDIA 对吧 挥达 对吧 他们最近不是有AI蜂巢 对吧 就是什么呢 就是快速运算 就是 透过快速的运算 让很多在云端里面 没办法解决的 这些的问题 现在呢 也透过这个 来解决很多的 很多的方案 包括进到什么 进到医疗 对吧 包括进到教育 包括进到 包括这个所谓的 深层式的AI 对吧 都因为这样 而产生的 那第一的话 一般叫data 对吧 还有digital 是吧 所以包括好多的 这些的数据 还有数位 所以你发现 在这过去这三年 这疫情 对全球的企业 造成极大的破坏性 是吧 所以很多企业 都倒掉了 对吧 都倒了 而且呢 倒了之后 要什么呢 是不是要重新创业 当然要创业 还有包括很多的企业 要是吧 面对快速的转型 是吧 所以在快速转型里面 我们一般都听到 有数位转型 听到没有 对吧 就是把很多 很多的企业里面 他们多年的 宝贵的这些经验 不是放在脑袋里 放在哪里 放在数据里面 对吧 放在那个资料库里面 那么这些呢 都成为 他们的经典的所在了 那么I的话 就是IoT 对吧 就是互联网 对吧 所以各位未来 就是所谓的 破坏性的科技的创新 就是根据这些的元素 来做组合的 我这样讲 OK吗 各位 是不是有一个 基本的概念 好 那我们看到 人口老化 也是一个大问题 是吧 包括日本 包括韩国 对吧 包括China 当然包括台湾 对吧 这些 对吧 就是超过65岁的人口的比例 越来越来越高 所以劳动力就会下降 劳动力下降了 就是什么 开始生产力就会下降 对吧 那除非有些 有些更好的手段 是吧 包括我们所谓高科技 是吧 这些的创新 然后呢 来提升他的整体的 国家的生产力 这个生产力就跟他的GDP 是不是有关系 当然有关系 是吧 但是你发现呢 这个新兴市场呢 他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呢 他人口年轻化 好吧 就是16岁到25岁的 这样的一个比例呢 是非常高的 所以我后来 我也知道 包括菲律宾 包括印尼 对吧 包括泰国 是吧 包括缅甸 对吧 包括越南 这个他们年轻的人口 这个比例是很高的 好 那我们看到 对吧 未来是要做整个 还有什么 地缘政治 有没有看到 所以刚才Eric跟我们提到的 地缘政治 是吧 你看包括俄务战争的地缘政治 带来什么 粮食短缺 是吧 很多的粮食运不出去了 是吧 就是没有办法再耕种了 包括什么 包括能源 是吧 这方面也是很大的冲击 是吧 所以为什么这次会有通膨 就是因为什么 地缘政治 战争 粮食 能源 对吧 这方面的一个冲击 所以就带来 所谓的我们 对吧 我们看到了这样的一个 所谓的能源的短缺 冲击 所以带来通膨 是吧 那你就发现了很多的产业 对吧 很多的产业 现在全球化 1.0已经过去了 现在进到全球化的2.0 对吧 所以那个长链 对吧 供应链就变短链 明白吗 他要 就要来满足他们客户的需求 就在他的隔壁 就开始 让这个供应链要落地了 所以现在变成全球布局 明白吗 不是透过过去的这些的思维 那么来做一个思考 好 这个就是我刚才跟大家讲的 对吧 这些的所谓的 你看在未来破坏性的科技 他们里面的整个比重 对吧 你看 移动互联网 对吧 还有很多是吧 物联网 没看到 还有云端那个cloud 是吧 还有机器人等等 这些 给大家做我一个参考 这个都在我的书里面 有非常详细的一个介绍 好 那这个也是给大家看到 是吧 你看 这个未来 对吧 你看我们现在已经都有看到 对吧 什么智慧机器人 对吧 智慧家庭 跟智慧 对吧 会挂上去 对吧 智慧家庭 智慧机器人 对吧 还有智慧的 还有包括教育 包括医疗 对吧 这些都在其中的 好 给大家做参考 好吗 那你发现了 这个是什么了 因为 因为 这个苹果对吧 苹果在2007年 对吧 iPhone对吧 iPhone开始上市了 那么很多人对吧 他们对很多资讯的了解 不是从PC对吧 从哪里呢 从手机 是吧 那么也 也在 透过这过去 对吧 2005到2005年 这个10年当中 我们看到什么呢 看到很多的创新 对吧 从哪里呢 从线下到线上 你们看到 有没有 包括这个旅馆 对吧 旅馆的这个产业 包括零售业 有没有 沃尔玛跟Amazon 对吧 包括汽车产业 有没有看到 丰田跟Tesla 什么意思 他们以什么取胜呢 线上 来做切入 这里面包括有 LBNB 对吧 Amazon Tesla 那么你发现 他们就有一个讲法 如果我们 透过线下 切入 跟线上切入 有什么特点 有什么特点呢 那么以动物来说的话呢 线下切入 就像动物的 长颈路 长颈路是跑的 也是算蛮快的 对吧 但是线上 就像一直抱 是不是跑得更快 对 所以他们说 线上切入 对吧 包括这些 空中时速 旅馆业的 对吧 包括零售业的 包括汽车业的 他们就具有 这样的特质 就他的发展 会更快速 那么你看 这三个企业 后来我对他们 也有些了解 我特别后来去 去研究LBNB 对吧 你看 他们什么 他们没有什么呢 没有 他们没有 一个实体的 一个客房 对吧 但他们就什么 有200万个客房 对吧 透过什么呢 透过线上 把供应端 跟需求端 透过这个平台 来做链接 来做链接 所以他们 他的整个市值 比这个希尔顿 对吧 大了非常多 非常多 那亚马逊 也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对吧 那后来 因为这次的疫情 后来知道 沃尔玛 对吧 他们在全球做投资 他们在北美 这个地方呢 也因为什么呢 面对这么大的竞争对手 所以他们呢 也把线下跟线上 也把它一体化 那我们知道呢 其实在整个汽车产业 对吧 Toyota 当然是 是在实体的 这方面是牛儿 对吧 但是你发现呢 后来他们知道 好多的包括福特 对吧 包括好多的这些 全世界的 对吧 这些汽车产业 这些领导人 他们讲了一句话 其实在整个汽车产业 真正的竞争 是什么呢 不是这部汽车 而是他的一个服务 就是软件的更新 所以Tesla 在这方面 他做得非常的突出 他就把服务 把产品 服务 硬件跟软件 能够做一个 最好的结合 这个看到 好我们看到 创意跟产品 好吗 好这个地方呢 我们简单给大家 稍微介绍一下 通常呢 如果你是一个技术 出身的人 好不好 你一定会从技术的 这个观点 来做什么呢 来做成你所需要的 一个产品服务 或解决方案 但是呢 你会发现 当你做出来的时候 你发现糟糕了 那并不是市场的 真正的需求的所在 对吧 所以这里面 我们要给大家 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观点 是什么呢 你看第一个是什么呢 你要知道市场的短缺 需求 它的痛点是什么 你要针对这个痛点 然后呢 才能够 提出 好不好 好多的 产品服务跟 解决方案 而不是 从你的技术的观点 来做出发 要什么 要从客户 他真正的痛点 来做出发 这样明白吗 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 概念 否则 你已经投入了 好多的资源 是吧 但是你发现 那根本不是市场 要的产品 不是能够解决 他们痛点的产品 所以呢 就白费力气了 好不好 这个给大家 我们看到 对吧 透过需求 创造功能 功能就决定 一个形状 好不好 所以你看 这是一个错误的 创业的思维 你们看到吗 以什么为中心 产品 你们看到 你看到吗 产品吗 你们看到吗 后来发现什么呢 糟糕了 对吧 产生更大的问题 没有解决问题 明白吗 好 那么真正 真正 这个 是不是一个正确的思维 我看有没有看到 给大家看到 那么真正的一个 真正的一个正确的思维 是什么呢 问题要摆在第一 了解吗 刚好要倒过来 你要知道 大家面对的问题 是什么 然后才来什么呢 才有产品 对吧 这是不是一个 很大的不一样 所以我们常说 失之 对吧 差之 好理 对吧 就失之千里 对吧 所以第一个点 是格外格外的重要 好 那我们在创业过程里面 是不是会碰到很多对手 那当然对吧 一定的 那么所以呢 这些创业的团队 他们需要知道 是吧 他们的不但知道客户在哪里 也要知道 他的竞争对手在哪里 对吧 否则的话 怎么能够百战百胜 是吧 好 那么你要得到这些投资者 对吧 他们的青睐 那投资者都问你了 诶 请问 你的客户在哪里 你客户在哪里 代表什么呢 你的客户有多少 对吧 你的客户是谁 他们有多少 这代表市场规模 是吧 同意吗 对吧 那就说你未来产品 如果人家市场买单 买单的时候 那你这个量有多大 对吧 就是你会 以后会有多少的营收 是不是从这里来的 好 那当然人家会偷你的奶酪 什么叫创业 偷人家的奶酪 是吧 对啊 所以你要知道对手 对手在哪里 是吧 你看这个地方 有从B 对吧 看到有三个 对吧 现存的 正在跟你同步的 还有呢 藏起来 对吧 其实藏起来最恐怖 对吧 因为你不知道他在哪里 但他随时都可以来攻击你的 是吧 好 所以我们自己要看到 最可怕的 还有最可敬 是吧 好 这个地方呢 也可以跟大家一个简单的 一个参考 好不好 好 那你看 这个创业是吧 马云也曾经讲过 这个事情 对吧 很多人是 很有热情 他有梦想 但是呢 他是 点字没有行动 空想 对吧 好 那我们有梦想 是吧 那最好是什么呢 最好是什么呢 有点字 有本事 有行动 就可以追寻理想 对吧 但很多时候你看 我们有点字 有说法 没有行动 对吧 有点字 没有本事 叫幻想 你看 这个是不是大家都常常会体会到的 但是你发现 这些创业家有什么本事呢 他们会用有限的资源 是吧 能够 链接谁呢 投资人 寻找机会 还有策盟 对吧 然后有一些 跟大家 其他的 这些人 包括业界 还有伙伴们 对吧 能够来一起的打群架 是吧 能够让他 能够最大化 这个是创业家 他们在做的事 好 那我们接下来看到 其实 什么叫商业模式呢 我不知道大家 大家对商业模式有没有认识 以前我没有 没有idea的 但现在我对这方面 我还是有些了解的 什么叫 为什么要有商业模式呢 其实商业模式就是 一句话 就是 怎么让你的企业 能够不断获利的 这样的一个具体的想法 能够持续获利 如果你企业不获利 当然就活不下来 对吧 就是企业能够持续获利的 这样一个逻辑 思考 也是一个基本的设想 好 那我们看到了 这个地方 有abc 对吧 abc的话就是 他们前面 对吧 他们都希望什么 能够有具规模的创业 那这里面呢 需要有信心 有个基本的信仰 有个信念 在他里面 但是他经过 要经过什么 过程 他要发现 什么意思呢 就是契合市场 产品 市场 好不好 这些的 他的一个商业模式 所以开始的时候 他们都会 好多的假设 对吧 好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地方 你看到b最重要是什么呢 有没有 产品跟市场的企业 英文叫fit 就是你的product 跟你的market 对吧 marketing 这方market要契合 就是 是人家客户 你觉得 真的解决他的痛点 所以他真正 是有需求的 而且比 现在市面上的 这些的产品 对吧 更好 更好用 而且呢 更省钱 而且呢 更有特色 对吧 那么大家买单之后呢 就会开始 有重复的一个 销售模式 是吧 好 那么 那当然以后 就要有不同的 这些的 专业人士 进来帮忙 好 你看到吗 这个是他们 商业模式的创新 会问几个问题 对吧 第一个客户是谁 有没有看到 不是什么是产品 没有 客户 哎 客户永远要摆第一的 你是针对客户 他们真正的需求 然后呢 来满足他们的需求 跟痛点 对吧 那第二个 为客户提供什么 这个地方也可以 叫价值主张 对吧 在商业模式里面 什么叫价值主张 我要为我未来 潜在的客户 创造出什么 独特的价值 好不好 如果你没有这些 创造出独特的价值 这样一个承诺 那么表示什么呢 表示没有价值的 所以呢 任何的创业团体 都需要具备 这样的一个素养 所以我们等一下 我看看 是不是有创业模式的画布 能够把这个地方 能够把它展给大家看 那么再来呢 就是这个价值主张 如何创造 这个价值链 对吧 包括什么呢 这个价值链 是不是包括 在产业里面的价值链 包括企业里面的价值链 对吧 这会包括什么呢 研发对吧 对吧 研发是不是一个价值链 当然对吧 还有包括什么呢 包括制造对吧 包括销售 是不是价值链 对吧 还有包括什么呢 包括后面的 这些客户的服务 对吧 还有包括这些物流 很多对吧 这个都是一个价值链 对吧 好 那么最终 我们要看到什么呢 能够获利 对吧 没有获利 这个企业 就没办法 活下来 没办法 这个永续的经营 特别在我的 这本书里面 有特别提到 还有我在那个 高校的管理 特别有个篇章 特别讲到 关于商业模式的 他的不断的 一个更新跟创新 对吧 因为一般来说的话 一个企业 对吧 他的商业模式 也要经过不断的 更新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你的竞争者 追上来了 所以呢 你要怎么 有更创新的 商业模式 来面对 好不好 未来的一个挑战 那么现在 商业模式的 整个创新呢 坦白说 每三到五年 就要来一次的 新的创新 好 你看就看到了没有 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商业模式的 一个画布 这个非常经典的 我不知道各位看过没有 Aaron 你看过没有 没有 没有是吧 好 我告诉你 这个是经典的 非常经典的 你知道吗 你知道刚刚那个 Chad GPT对吧 Chad GPT 那个创办人对吧 Open AI对吧 那个创办人 他在哪里呢 他就在硅谷 好不好 那个叫Y Combinator 对吧 就是Y的孵化器 非常有名的 他们帮助很多 很多新创企业 包括Airbnb对吧 还有包括Uber了解吗 这些很有名的企业 帮助他们创业的 而且甚至到IPO是吧 那么他们 他们这些人 就会帮助很多的 这些想创业的人 做什么呢 理顺呢 他们关于商业 模式这方面的 真正的看点跟需求 所以他们通常会 以这个来做提问 明白吗 比如说 第一个 你看他们这个地方 有吧 123 4 5 6 7 8 9 对吧 你看 123 这是一个区块 那么4 5 6 7 这是一个区块 8跟9 又是另外一个区块 那我们刚刚说不是商业模式 不是看到吗 客户是谁 对吧 有没有 刚才有没有看到这一张 有没有 第一个 客户有没有看到 所以123 这个地方 就是针对什么呢 你的客户 他们是谁 那么这个市场 这个客户群 有多少 对吧 然后呢 他们未来 对吧 如果提供 这些相关的 这些服务产品的 解决方案的时候 他们要买单 然后呢 他们要支付多少钱给你 是吧 他们都问这个问题 所以呢 在那时候 Airbnb 有三个 创办人 然后他们就后来 在这个 这个 在问他们说 请问 对于未来 对吧 你们这个商业模式 当你们知道 这个客户 用平台链接 供应者跟需求者的时候 哎 这个市场有多大呢 他们说未来市场 我们这样想来想去 最多三十亿美金 明白吗 但是你知道 那个wide combinator 那些的高端人士 这很有经验 他说 我们的看法 跟你们不一样 你们是三十亿 我告诉你 至少三百亿 后来 我告诉你 超过三百亿 明白吗 为什么呢 因为这些 他们了然于心 他们的算法 很简单的 他们知道的 他们知道 哎 这个市场 无限的 对吧 对吧 因为全世界 是不是 至少超过 两百万个客房 对吧 这是更多 明白吗 因为大家都要去旅游 对吧 而且要有特色的旅游 对吧 要有本地化的 这样的旅游 是吧 那当然 这些 他们看到了 好 那所以呢 这个地方 二跟三 是服务一的 好不好 客户的关系 你知道 你要客户建立 什么样的关系 通过什么关系 来建立 对吧 而且 而且什么样的人 对吧 这些人 当他们要知道 你有这么特殊的产品 他们怎么能找到你 对吧 这是不是通路啊 对啊 他怎么找到你 怎么发现你的产品 发现你的服务 跟解决方案 好 那我们第四个 有没有看到 价值主张 对吧 价值主张是什么 提供什么样的 承诺的产品 服务跟解决方案 来什么 处理目标客户的痛点 成为甜点 好不好 这句话是不是很经典 解决他们的痛点 变成一个甜点 叫Sweet Spot 还变成一个亮点 对吧 好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你的价值主张 就非常有看点 是吧 所以这个地方看到吗 五六七 就是要让这个价值主张 落地的主要的所在 包括什么呢 你有什么资源可以用 对吧 你有什么样的活动 是你要去促进的 还有你有什么伙伴 对吧 刚刚讲是吧 要不要合作的伙伴 当然要对吧 不是什么都自己 你自己做 是吧 如果让别人做 做得更好 就让他们能够来一起做 那么有些这样 有这个 一二三四五六七 对吧 然后你看八九是什么 我们办了这些活动 对吧 是不是都要成本 要了对吧 那请人家跟你一起共事 是不是要花成本 当然要对吧 所以叫成本结构 我们看到 因为什么呢 因为你要让这个价值主张 对吧 要落地 对吧 所以是不是要有 人事成本 当然要 对吧 是不是有直接跟间接的 一个费用 当然要对吧 固定跟这个变动成本 那就说你到底要花多少钱 对吧 能够让这个价值主张可以落地 好 那同样对吧 我们刚刚提到说 你的客户是谁 这个市场多大 有多少会买单是吧 那会可以创造多少的营收 是不是 好 那我问你 如果你收入是十块钱 那你的成本是八块钱 是赚两块钱 是不是这样算的 那一定要什么 一定要正向 对吧 那当然这里面就会决定什么 你的定价 你的策略是什么 好 那我们看到呢 这个创业者呢 有时候为什么这么困难呢 因为他要考虑好多的因素 你看到 对吧 这个地方可以看到 创业你们要考虑什么 企业的方向 对吧 策略 还有商业模式 是吧 好 这个是吧 就跟你的企业文化有关系了 还要考虑什么 竞争者他们在想什么 对吧 对吧 你的想法跟他想法 雷同吗 不同吗 还有竞争者 他们的商业模式是什么 其实我告诉你 真正的竞争在哪里 请注意听 不只是产品 服务跟解决方案 真正的竞争者 竞争在哪里 在商业模式的竞争 还有什么 企业文化的竞争 这是内行人 他们真的能看点 好 好吧 所以你看 透过 对吧 刚才讲到 这个商业模式里面 所以是不是要有策略呢 你看这个地方 是不是很多的策略 如果你没有一个 对的策略 你没有办法让这个 价值主张 包括你的目标客户 对吧 他们的痛点被满足 价值可以体现 是吧 你看这个地方 是不是要有通路 行销 产品 竞争优势 对吧 定价策略 对吧 然后来让你的目标客户 还有他们的痛点 对吧 能够被解决 是吧 你看团队 是吧 你看 创业团队需要两个部分 对吧 硬实力跟软实力 看见没有 对啊 那么一般呢 我们看到都比较是硬实力 这一部分 是吧 是很重要的 包括这些 这个团队的 这个创业团队 这些人 对吧 什么意思 团队成员的核心能力 你看到没有 所以最好不是 不要同职性 好不好 最好什么呢 能够互补 有人是特别在 电脑这方面 对吧 有人在专业的技术这方面 那有人 可能在什么呢 可能在他们的 领导力这方面 对吧 whatever 这些都能够互补的 所以我们常说什么呢 差异化 对吧 透过团队的能力的差异化 带来互补 也透过志同道合 一起共事 那么还有团队的 他们需要的支援 对吧 这些资金设备跟产品 那更重要是什么 看到没有 软实力 好 这些团队本身 他们经过这么多年 有没有什么人脉啊 对吧 人脉很重要的 人脉会带来钱脉 好吗 而且人脉会带来很多的 这些特殊的 这些的技术 特殊的本事 好吗 这些 他们相对的 可以投进来 还有跟市场上的关系 你看这些都很重要 好吗 好 有没有看到 要互补 有没有看到 互补 所以这些团队 他们需要互补 而且你看你们分工 对吧 分择 分权跟分力 如果前面都可以讲好了 是不是更能够 自同道合呢 好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 成熟的创业团队的 好 再我们看到 这个执行力 对吧 团队需要什么 执行对吧 需要执行 那么我有一个篇章 特别讲执行力 而且里面是非常经典的 如果团队光有策略 没有执行 就落不了地了 对吧 没有办法体现出 你真正创造的价值的所在 那么让产品服务 跟解决方案 能够来满足客户的 真正的需求 那么最后我们看到什么呢 温馨提示 还有最后三分钟 好 那么看到对吧 要什么要有资金是吧 你的资金来源是什么 对吧 通常对吧 会有这些的投资者 他们看到你 你的什么呢 请注意听 你的创业团队 包括那个带领者是谁 然后呢 他的伙伴是谁 还有他们看到什么 你的商业模式 还有他们要了解你的策略 还有他们要了解什么呢 你要为客户创造什么样的价值 对吧 他们都会提问这些问题的 那么这些投资人 对于这些的问题 他们都很了解的 对他们会 他们会来提问这些创业的团队 那你如果打得好 对吧 而且呢 他们心里所想的 这些投资人 对吧 跟你跟你这些创业团队 你们是很契合的 明白吗 大家共同的知道 你这个团队是有机会的 而且你所创造出来 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场景 是一个很棒的赛道 对吧 不但可以弯道超车 不是弯道翻车 对吧 刚才Eric讲的 那他们就愿意投资是吧 好 你看 这个A&B&B也是这样 对吧 开始的时候 有没有 White Combinator 有没有看到 我刚才跟你讲 硅谷吧 非常有名 这个 后来我 我去听了他们 很多很多的这些 视频讲座 非常非常牛的 你看开始的时候 他们给 他们就给A&B&B 30万美金的 对吧 种子基金 他们从30万开始的 三个人30万 你看30万 撑了两年 了解吗 所以开始的时候 他们有梦想 对吧 后来你看 后来上市以后 不得了 对吧 你看他们 最后的市场是多少 有没有 30个B&B 有没有 300亿 有没有看到 后来他们达到这样的 一个情况了 那我们知道 对吧 这个资金跟股权 是吧 所以他们有A&B股 是吧 那么这位创业团队 因为什么 因为他们不但 不但要吸收这些资金 所以股权是吧 会被稀释是吧 所以他们都有什么 有B股 对吧 他们一股 对吧 他们一股可以抵上什么 一般的 20股 了解吗 20票 所以 即使他们的股权被稀释 但是他们的主控权 还是可以掌握 明白这个意思吧 好 这就是我们给大家看到 对吧 好 这个就是我们 还有另外一个课题 从创业扩张成企业的 五重的挑战 那这个是我个人建构一个标杆企业的生态系 好吧 就创阔 到天地降法 中国的孙子兵法 好不好 这是我正在建构的一个体系 所以为什么 创业成功这本书就是我一个开始 好不好 就是创 你们看到 创业跟创新 好不好 所以今天我分享完了 谢谢你们 好 非常感谢蔡老师 哇 孙子兵法的这幅图 真的是很震撼 老师竟然能够这么精辟的总结出来 真的是意图胜千言 好了 那我们让蔡老师 讲完这么好的一个presentation 让他也能够好好喝一下咖啡 没机会好好喝咖啡 我们先有一些互动好不好 我们看到 我们现场的这个直播呢 现在不断有新的嘉宾加入我们 那请大家动动你的手指头 你在你的chat里面 能不能你打一下 就是说 你从哪个 你在现在的哪个城市 那我们知道一下好不好 好 请你在你的chat里面 打一下你的这个所在的城市 感谢主 真的是好 来自世界各地 有来自美国的纽约 有德州 有来自加拿大的朋友 真的是欢迎你们 欢迎你们 好 还有其他的吗 好 请陆陆续续地打在我们的chat里面 又来自深圳的朋友 欢迎你 欢迎你 哇 又来自新泽西的朋友 来自台北的朋友 哇 真的是来自五湖四海 哦 又来自中国 网湖的朋友 哇 欢迎你 欢迎你 太棒了 哇 好的 那我们现在呢 如果你觉得今天 老师所分享的 对你有所触动 不管你以前 创业过 或者是否在 现在有预备 想要创业 或者正在创业的 这样的一个过程的当中 如果今天所讲的这些 是对你有帮助 或者对你有触动 或者给你带来鼓励 请你在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chat里面 你打个一好不好 让我们知道你的回应 好 又来自中国浙江的朋友 欢迎你 欢迎你 哇 浙江也是一个创业的大神 义乌啊 林波啊 都就很多中国的企业 杭州啊 对不对 哇 都是刚刚提的阿里巴巴 这是杭州的 中国的创业的企业 哇 还有想开咖啡馆的朋友 太棒了 这些都是一个创业的梦想 好 我们看到陆陆续续 真的是很多人打到一 真的是谢谢 非常谢谢蔡老师 真的今天给我们 这么好的一个topic 好 接下来呢 大家如果我们就有个 Q&A的时间和回馈的时间 我们看到已经有朋友迫不及待的 已经在举手了 你可以打开麦克风 你可以举手了 我们知道打开麦克风来 向老师来提问 你也可以把你 如果你不方便打麦克风的话 你也可以把你的问题打在这个 chat里面 那我们到时候我们就来帮助你提问 好 那现在我们有请我们的Mola 来 第一个向老师来提问 蔡老师好 Eric好 那刚才这个powerpoint能不能stop一下 我们就可以一起来分享一下 蔡老师能不能stop那个sharing OK stop sharing 好的 那大家可以聊天 就可以走在一起 我的问题就是 你刚才曾经说过 是要文化管理 而不是那个system 为什么是文化 文化是当地的文化 还是怎么的文化呢 文化意思是指企业文化 好不好 你发现那个一个企业能够永续经营 能够成为百年企业 最终最终是因为什么 它有独特的文化 每个企业的文化都不一样的 你去看世界各地 不管你是一个微创的 是小型的 是中型的 是大型的 或跨国企业 每个文化都是不同的 不同的 那么这里面呢 有一个经典之作 就是在台湾 有一个企业家 他也是个跨国企业的 包括在旅馆业的这方面的 五星级的饭店 他经过了三十年的一个经验之后 他提了一个观点 我觉得非常到位 他说你的思维跟你的心 对吧 你的脑子跟你的心 大概只有三十公分的距离 是吧 但是呢 可能你的思维 你的脑跟你的心 你要从脑到心 这两方面要什么 要对接起来 可能要经过三十年 了解吗 那么久 OK 为什么呢 因为他讲 他讲 各位 什么叫创业 创业要齐心 好不好 整齐的齐 好不好 就是这些 大家一起来做 大家要齐心努力 那么做起来之后呢 做起来之后呢 你规模越来越大 对吧 那你要什么 你要有爱心 对吧 要透过什么 透过制度 这一次 这一次 对吧 COVID-19是吧 是不是很多的企业 都撑不住了 对 要倒掉 对吧 是不是要大裁员 当然要 对吧 很多老板 但是呢 这个老板 对吧 他叫 这个老板 他的爸爸跟他说 你要有爱心 你不要光是用 用数字 对吧 来做处理 因为他以前在华尔街 都做过分析师的 对吧 他是华顿商学生毕业的 所以他会用什么 用美式这个做法 他说你千万不要这样做 后来他就用爱心 他没有裁员 然后呢 但是他跟员工说 好 我们要一起来面对 这一次的海啸 对吧 然后呢 后来这些员工们 很有创意 提出很多的创意 从来没有想到 很多的新的创意出来 不但这个企业没倒掉 而且做得更好 很多创新的做法 这个要什么呢 第一个是齐心 第二个有爱心 第一个叫出心 出心 起初的出 出心是什么呢 企业文化 所以因为他们抱持了这个出心 对吧 所以自己这个企业不断的 又可以再往前 再迈进 好了 我想这个是经典之作 好 谢谢 谢谢 Mona 还有没有人想要提出问题 请举手或者打开你的麦克风 好 那我看到有人发给我的chat里面 我跟蔡老师问一个问题 那就是有这样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 好 我有创业的一个idea 但是呢 我却不懂商业模式 那这个情况底下 我该怎么办 我该从哪里着手 来克服这样的困难 所以说这个 你觉得有什么意见 或者实际的建议可以给他们 OK 商业模式 这个板块呢 是非常特别的 我不知道在坊间 是不是有专门人 提供这样的服务 如果你对这方面要更多了解 我们可以帮忙的 这个板块呢 我觉得我经过这些年 对吧 我知道里面重要的是什么 其实我们知道 在我们整个发展 对吧 特别在我们的领导力 领导跟管理能力里面呢 我们要跟大家有一个 简单的分享是什么呢 你不但是一个领导的 这样的skill 对吧 这些的技巧 而且更重要是什么 请注意听 真正的 真正那个最卓越的 一个领导跟管理能力的 是透过什么来体现呢 第一个商业模式 第二个平台 第三个能够建构生态系 其实未来 未来是打什么价呢 是打生态系 了解吗 开始是商业模式 再来透过这个develop 变成平台 后来变成建构生态系 所以你发现了苹果 其实苹果 Amazon 你看到这些 美国的这些企业 开始都从产品开始了解 一个产品 就是iPhone 对吧 或是iPad 或是iMac 对吧 然后再来进入一个服务 所以他们现在 开始的时候 透过产品赚钱 后来透过服务赚钱 明白吗 所以他们把产品服务 对吧 跟软件 硬件跟软件 跟服务做结合 明白吗 所以他赚的钱 不是光赚这个手机的钱 对吧 他赚你后面服务的钱 对吧 包括管理你的钱包 是吧 那个wallet 对吧 他透过这个来赚钱 是吧 所以你发现 这些人为什么会那么聪明 因为他们开始就想好了 了解吗 不是边打仗边想 我开始的时候 我还没打仗以前 对吧 我后面的几个步骤 我都先想好了 然后再来做 再来做动态性的调整 明白吗 我这样讲OK吗 OK 非常棒 非常棒 的确 构建这个生态系统 的确 所以现在你说从苹果 从一个iPhone iPad开始 到现在连iwallet都出来了 连货币 现在还要i卡也要出来了 对对对 一直住行 当然是 而且它是互相连的 从iWatch 所以整套的系统 是他一个 对对对 你一旦用上了 真的是你会 你的这个 他的公司的护城盒 就很深了 对对 离不开他这个生态的 对对对对 非常感谢老师 而且这个部分 我对这个腾讯 对吧 跟在China 包括阿里巴巴的 那个生态系 我都有些了解了 好 我们现在 还有陆陆续续 有新朋友进来 好 那我们刚才那个 加百列 有说过 你要想要 预备 想要开咖啡店 那你现在是想开 实体的咖啡店呢 还是网络的咖啡店 你进行到哪一个 成功了 老师在这里 我们也来跟大家 有一个敞开的分享 不知道可以吗 可以的话 请你打开你的麦克风 尸体的 你现在进行到哪一步了 已经是有策略了 商业模式 还有团队 是不是已经都已经 开始预备起了 有人举手 好 加百列 如果你 OK的时候 就可以 打开麦克风 或者 更多的打在我们 chat里面 跟我们分享 好 莫娜 举手 请讲 莫娜 也有这个 如果要做一个 咖啡 当时只是 第一步 在thinking 在想 所以怎么来配合 找资源 地方 还有 人脉 客户 everything 还没想 就是想 有没有这个可能性 在Houston 来做一个 Coffee Shop 老师有什么建议 没有 现在是这样的 我在我们上次 我们有一个课程 对吧 就是创业成功 五重关键 我们通过六次 我找了几位伙伴 包括 特别 Waterloo 那个大学的 那个连教授 对吧 还有Hou老师 他是做医疗 医疗科技 这方面 还有一个叫Ben老师 对吧 Ben老师 他在台湾 他 他们特别做什么 做食品的 对吧 跟食品关系 他们帮助很多人 创业的 帮助很多人 做什么呢 做开 那个所谓的 有特色的 这个餐饮 对吧 餐饮业 也包括开咖啡 咖啡店这些 他有非常多年的经验 白手起家的 他们全球布局的 包括在欧盟 对吧 在西班牙 他们包括在马来西亚 在香港 在国内 包括在北美这边 他们已经是一个 全球性的企业 那我们就碰到 在国内 好不好 这些朋友人 他们有人 就是要开咖啡厅嘛 对吧 所以他们有不同的设想 有的是要帮助什么 在大学层旁边的年轻人 是吧 让他们有一个什么呢 有一个交流的平台 是吧 给他们互动的平台 然后呢 然后透过这个 以后可以传福音 对吧 有人是这样设想的 对吧 那你要不要盈利 当然要盈利 是吧 除非你是重要营养的行长 是吧 那你不用盈利了 那你背后很大的 资金的支持 那通常呢 这方面呢 有它的特殊性 因为这是不同的产业 对吧 所以它需要 有这方面 更专精的人 然后呢 来了解你真正的 这些的方方面面 然后呢 来帮助的话 这样才可能 可以永续经营 好吧 我就简单的先提到这个点 非常感谢蔡老师 好 在chat里面呢 现在又有人提出一个 我觉得非常好的一个问题 因为我们讲到 网络讲到创业的时候 我们都会 很在意的是外在的 就是 你有没有团队呢 你有没有商业模式呢 你有没有这个 预备好一个good idea 以及你的客户群在哪里 你的这个 这个危机群体在哪里 对不对 这些你是不是都已经明白了 marketing的渠道等等 但是我们知道 很多时候 我们在做创业的时候 比如说在团队 刚开始我们都有乐情聚在一起 一起来创业 也有好的idea 也有各样的技能 但是往往呢 一段时间之后 就开始闹矛盾了 一个团队就开始不合了 那接着这种危机当中 怎么处理 经常就走不下去 所以他提出一个问题 作为一个企业家 还有一个企业家精神 在这种过程当中 内在的预备 需要什么样的预备呢 ok 所以我们看到 刚刚提到一个点 对吧 自同道合 什么叫自同 认同这个企业的使命 跟愿景 对吧 什么叫道合 认同这个企业的核心价值 对吧 这个是重中之重 那通常我们知道 很多创业的人 他们开始不会想这个 是吧 他们开始的时候 就想怎么把产品做出来 是吧 了解吗 我怎么解决客户的痛点 对 没错 但是呢 就在你有这个设想的时候 你要怎么 另外一个方面 对吧 看不见了 比看了见更重要 什么叫看不见呢 企业文化 对吧 这看起来是看不见的 对吧 但是 你这个部分 如果没有去设想 没有开始 对吧 把真正的想法 能够呢 数字于什么 文字 或者呢 透过沟通 对吧 能够共创 一个企业文化的话 那一到最后 当你的产品 人家买单了 客户买单 对吧 那你需要更多人 所进来帮忙 当然要对吧 那你要找什么人呢 什么人可以 进到你的企业来呢 一定要什么呢 一定要 对你的企业文化 是认同的 对吧 对你的企业文化 是买单的 不得 到最后 都是分道扬镳的 扬镳 所以这个是我这么多年 我这样看了之后 我发现 重中之重 在这里了 好吧 所以这个方面 不但你要有 独特的产品 你还有独特的企业文化 两方面都要 要 契合的 其实我告诉你 独特的企业文化 才能够不断的产生 独特的产品 好吗 才能够有独特的服务 跟创造出独特的 解决方案 我这样都要讲 是不是明白了 其实真正的一个企业的 它的 它的所谓的 真正的 它的最大的 一个独特的优势在哪里的 就是它的独特的企业文化 我觉得 我觉得听了老师这些话 我觉得非常有必要 下一次再约老师 专门的谈谈 怎样来构建 一个企业的文化 团队的文化 以及怎样构建 一个梦幻的团队 有必要 论外一个话题 对 那你发现 特别在整个大家的运作的过程当中 也起矛盾 为什么呢 你开始没有自同大合 就是连原来的这个co team 对吧 就会有矛盾了 然后再加上后来要进来的 对吧 这些的高管 对吧 这个叫初创团队之外的一个团队 那么那就麻烦很大 那头很大的 就是你前面在打仗 后面失火了 好不 那么这个创业家的精神 他有些独特性的 我对这个方面 我是了解的 每一个创业家 有他独特的精神 不一样的 有些人是什么 他要辞定什么 他就是要 他就要不断要创新了 那有些人说 不用创新 对吧 抄袭就好了 对吧 所以每个企业家 有他不同的 在那内在里面的 那些独特的精神的所在 所以我非常感恩 这方面我还是有见解的 我有个体系 那么这个体系 这个体系跟什么呢 这个跟什么 这个跟你的独特的企业文化 是对接的 太棒了 要抓在一起的 每个人不一样的 是的 对吧 因为如果你不了解 他的独特的一个 一个创业精神 那个企业文化 他也导不出来的 好吗 好 好 我们就看到 有Diana举手 请你简单介绍你自己 然后向老师来提问题 可以打开你的麦克风 非常感谢 我是第一次来这个节目 刚刚听到蔡老师讲了一些 像生态圈 还有企业文化 尤其举了那个苹果 这个例子 他先卖产品 然后再卖服务 我在想 那我们作为基督徒 能有怎么样的一个企业文化 就比如说 现在苹果等于是 垄断了大部分的市场 他在做产品 做服务 那有没有可能 我们基督徒 也有这种联盟 这种 可以那种 有这种 闭合的 商业圈 就比如说 打比方 咖啡厅 这样子好了 那另外一个 if yes 就有这种联盟 那我们的core value是什么 我想挑战一下老师 其实我们看到 你发现 现在跟未来的竞争 是什么的竞争呢 直白的说 就是商业模式 平台跟生态系的竞争 也就是说到 开始的时候 当然你都是一个产品 对吧 一个服务 来做切入点 是的 没错 但是你发现 未来对吧 透过这个 你抢到贪头宝的时候 那未来的一个竞争的态势 不但是文化的竞争 是商业模式的竞争 一个生态系的竞争 那苹果之所以到今天 成为美国对吧 华尔街上市 市值最高的一个企业 都快到三兆美金了 对吧 就是乔布斯对吧 他最厉害在哪里 有远见 对吧 未来的五年十年 甚至永续经历的这个 他已经什么 他已经铺垫好了 所以谁来做CEO对吧 OK的 那所以我们 你要为客户 请注意听 你要为客户创造 什么独特的价值 这个就是你企业 真正价值的所在 好 那就是要信守 这样的承诺 对吧 我告诉你 苹果最厉害是什么呢 苹果的核心的价值观 如果以后有机会 我跟你分享这个 苹果他跟 对吧 Nokia 对吧 最大不同在哪里 在他的核心价值的 差异化 对吧 因为苹果要 他要不断的创新 但是呢 Nokia什么 偶尔创新 对吧 那Nokia注重什么呢 Nokia是 他们有什么思维呢 他们是会计师 跟工程师的思维 对吧 那什么叫会计师 注重成本啊 成本为先 对吧 但是苹果是什么 他是什么 什么的思维 他是 艺术家 对吧 跟 工程师的思维 明白不明白 一个是会计师 一个是艺术家 艺术家什么意思 我要创造出什么呢 哇 最棒 最美的产品 对吧 这样的思维 会不会带来 你整个企业经营的 好多的这些决策呢 是吧 那同样的 咖啡对吧 那你要 你这个咖啡 你这个咖啡馆 或咖啡厅 你到底要为 你的客户 创造出什么价值呢 对吧 只是来品味一个咖啡吗 还是 你要为客户 有些独特的价值 比如说 这些客户 你觉得 他只是你的客户吗 还是 他要成为 你未来的伙伴呢 还是 他甚至要成为 你的家人呢 对吧 这种关系 的设想 是不一样 那 除了他来品你的咖啡 那你对 这个客户 他们的 内心的需求 你想创造什么价值吗 他只是要来一杯 喝一杯咖啡呢 还是你对于 这个人 对吧 他的一些 其他的痛点 你也有兴趣吗 包括 我告诉你 因为现在 对吧 你看 从全球看 现在得忧郁症的人 非常多 是吧 是吧 因为什么 大家 大家越来 生活越来越艰难了 是吧 通膨 是吧 就业 对吧 那你看 这些人 是不是要 很多人求助我们 心里很闷 对吧 心里很慌 对吧 心里很急 是吧 而且甚至有惧怕 对吧 那如果 你的咖啡 我要给客户 创造不是一个 美味的价值而已 对吧 不是一个性价比的价值 我甚至要 reach到 他的情感的需求 对吧 因为你是基督徒 对吧 有没有这种想法呢 如果他正在面对 这个情感上的 痛苦的时候 对吧 他那个好像 人生绝望的时候 你可不可以 带给他有希望呢 我这样讲OK吗 这个是神的耳里 可以创造一个 什么 更巨大的价值 这个 这个一般的咖啡厅 他没办法 创造这个价值 对 这是更独特的价值 而且跟kingdom 对吧 可以练起来 阿们 不但要赚钱 还要赚人 对吧 阿们 OK 这个 刚才是谁 Diana是吧 Diana 这样的回应 OK吗 可以 可以 谢谢你 哇 终于可以了 没有 谢谢 很好玩 很好玩 谢谢 我现在在多伦多 多伦多也是很有 很浓厚的咖啡文化 加拿大虽然只有 三千多万人口 刚刚达到四千万 但是他一年要消耗 将近十亿杯的咖啡 所以也是一个 非常喝咖啡的 但是呢 在一个知名的咖啡品牌 说过一句话 而我们不是在卖咖啡 我们是在创造一个空间 就是在你家里 家庭和工作之外的第三空间 这是我们真正所做的 所以说 哇 真的是 像老师所说的 我们必须找到 我们那个创造的价值 而且老师刚才提到 那个苹果的创新 我也是感触良心 曾经加大的黑莓手机 Blackberry 在北美的时候 我记得那个时候 公司基本上 所有的商业 都是用黑莓手机 连奥巴马总统 当时用的也是黑莓手机 大家带进白宫里去 但是最后当苹果出来的时候 大家还在嘲笑他 对不对 等到这个时候 欢迎你加入手机市场 但是谁也没想到 这个苹果 它的这个创新 手滑式的这种 最终就是dominant 整个的市场 所以说真的是 企业的魂化 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真的是会带来巨大的改变 我想如果你们要对 刚才我谈到这个话题 对吧 更多了解 包括你们好消息 之前我们在创业的 这个整个课程里面 我国内 好不好 有些朋友 他们需要我的书 后来 我记得一批书 进到国内去了 如果你们想要这个书 是可以拿得到的 好不好 那么他们特别在天津 有一个我们的一个家人 他是一个企业家 他如果你们要的话 可以去购买这个书 好吗 好的 那老师 是不是我们如果想要购买书籍的话 是找谁做联络 找Linda吗 我们透过 我们透过谁呢 我们透过那个在曼谷 不是在泰国 那个Brigid 好不好 Brigid 我们的Brigid 什么 他对接那个Harina 就是天津的 我们一个姊妹 她是个企业家 那还有 还有大概可能只有剩20本的书 在那里了 好不好 好的 所以如果对老师所这个的书籍 创业成功的五重关键 这是他最新的一本书 也包括五重高校管理 五重智能领导 这是他关于这个 都非常经典的好书 我在做企业的朋友 都有买老师的书 都是拜读过 都是非常的受益 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欢迎在留言 也可以在我们的YouTube留言 所以在美国 或者在中国 台湾 香港 你都可以买得到 我们都有在那个地方的 这个可以对接的人 好的 然后那个特别提到 刚刚说号报US 对吧 我很感恩的 我们现在也透过Amazon 正在搞上线 对吧 然后就在这个段期间 有的 在美国 如果你们想要买书 好不好 你们可以跟我直接对接的 我可以把书发给你好不好 好 感谢蔡老师 然后呢 可不可以 我到时候留我的 要留我的什么信息给你们 那么可以跟你们对接 或是留你们的手机号 是吧 whatever 那我可以跟你们联系 都可以 好 那这Linda姐妹 到时候就帮忙一下 好 没问题 好 那我们时间好像已经差不多了 今天的直播 这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 过得非常快 一个半小时 这咖啡喝得怎么样 聊得怎么样 大家觉得呢 好 最后 如果大家现在最后你有说 不得不说的话 请你抓住最后的机会 然后接着我们是不是交回给Linda 好 谢谢大家 好 最后 可以请Mona 来为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 好 该怎么处理 这些客户的时候 怎么用心 怎么要与他沟通 怎么样与他连结 好让他的真的 在头脑里头的 可以说话 可以说话的人 这个世界上我们知道只有天父 如果主耶稣跟姓名 可以真的成为我们真正的神 因为三而一的真神 与我们常常同在 但是我们与他的分享 好让他们真的看到主耶稣的生命 在他的当中 愿他们真正找到主耶稣 谢谢阿爸天父 以上我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Amen Amen 非常感谢 那个 如果好不好 那个真正如果想要买书的 不管在北美这边 或在国内 好不好 国内的话 我们到时候 我请那个 那个Linda 我到时候把那个Brigid 好不好 那个LINE贴给你 好吗 好 我有他的联系方式 没问题 对对 他会告诉你的 然后北美这边 美国这边 用什么方式呢 要通过你吗 还是我 给他们的手机号呢 whatever 也可以reach到我 没问题 对都都可以 线上 那个Erik主持人 还有Mona 其实都可以 你们如果有他们的联系方式 可能大部分人都有我的联系方式 好的 也可以 真的找不到的话 在 你今天怎么来到 Coffee Talk 就在那个地方寒一声 应该就可以了 嗯 嗯 好 那个Linda 我们有直接的链接方式嘛 对吧 对对对对 因为很多群 然后我也不知道 他们是 透过什么方式 来到这边 对 好 那 不管你在哪里 透过你所在的群 如果你对老师的书 有感兴趣 请联系我们 你都是找得到我们的 好 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来参加这一期的Coffee Talk 也非常期待 我们蔡老师能够再次来到我们当中 对 带来一些新的敲导 真的是拭目以待 真的非常的充实 这次 哇 太棒了 没有 我负责吹牛 我负责吹牛 把牛吹起来 把我们 你负责帮我们变成很牛 这个很重要 是 你在帮忙培训一批牛人 在成长当中的牛人 创业的达人 创业的牛人 希望 谢谢 谢谢蔡老师 然后就提醒一下 下礼拜我们恢复 成礼拜四的同一时间 九点直播 因为这礼拜是特别 配合蔡老师的时间 所以欢迎各位 下礼拜的主题是跟音乐 创意有关系的 我不知道这个讲员 你要不要稍微跟我们介绍一下 你下礼拜的主题跟大致的内容 然后我们就 Diana 方便吗 下礼拜的主题是 讲有关于音乐教育 那如果感兴趣的朋友 可以上线来 跟我一起讨论 好 谢谢 那我们下礼拜见 哇 非常期待哦 艺术创意 哇 哇 好 下礼拜 星期四见咯 好 下礼拜见 大家再见 再见